一起到 加油炭中和 全台第一座炭中和加油站受政 它是黃金級綠建築 有空中花園 桂花像 还有装置艺术 也是绿能加油站 结了后每年产生99公吨排炭 购买将冰锋利电厂炭权抵换后 达到炭中和零排炭的目标 台湾第一座 它是2060炭中和的加油站 它真的是非常有历史性的意义 前锋路加油站也是全台首座 多元智能能源绿能加油站 110年度依实际监测结果 每年节省下来的排炭量达到25公吨 成立全台首座炭中和加油站 董事长十分自豪 他强调正以行动朝向总统宣示的 2050年全台净零碳盘的目标努力 TVBS新闻顾首昌 台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